护教学面对理性时如何更有效的护理呢 之前我也简单地谈到了 护教基本上是从逻辑 从理性上处理 去说明 去解释 去反驳别人对基督教的质疑 或者说攻击 去辨明我们所信的真理是合乎圣经的 注意护教的目的不完全是辨明合乎理性 合乎圣经的见证 这是泛泰尔的护教法和古典的护教是不同的 古典的是依靠逻辑和证据 那泛泰尔的前提派护教呢 他更强调的不是符合质疑者的逻辑去证明 在质疑者的逻辑里面去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 为什么 因为不信者和信者之间的世界观前提是不同的 不可能用不信的人的逻辑去证明基督教是真实的 这个是比较符合圣经的 因为不信的人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这个智慧的人 有钱有势的人 有这个智慧 他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 对不对 世人因为不认识神 不认把属灵的事情不明白也不能明白 而且当作欲主 所以这种思考本身就是没有共同的这种 所谓的我们假设的一种中间地带 利用这种中间地带去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 他们的前提就是已经拒绝我们所有的 所以信心是一种跨越 是神的恩赐 绝对不是我们想明白 想通了才跨越到信仰的领域 这两个完全是中间有鸿沟的 那我们护教为什么护教呢 我们是第一 我们是证明我们的信仰 在圣经的描述里面是合理的 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也跟他们可能谈什么一些科学啊等等 去证明 基督教虽然是很多的地方是难以理解 超越理性 但是不是不合理 当然这个合理不是合乎我们自然人的 天然人的那个有限的逻辑 因为有很多哲学是永远 想不通圣经里面的教导的 在他们的哲学的逻辑 有限的逻辑里面 这个维度的 有限的维度的逻辑里面 有限的思考高度里面 是无法相信神迹这种事实 无法相信神人 如何在一个位格里面 两性不混合 然后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特的特性 又能在一个位格里面 三一神 一而三 三而一 这个是永远超乎自然领域的逻辑的 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只能用信心接受的 我们说信仰寻求理解 是因为信仰是超越理性 但是不是不合乎逻辑 不是不合理 但是这个合理呢 不是合乎堕落人败坏的那个逻辑 所以护教面对理性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去辨明基督教的合理性 但是不一定是合乎他们的逻辑和理性 那样的话就除非我们自己卖了自己 迁就有一些明显基督教的逻辑和不信的人逻辑 这种前提本身就是对立的 结果我们出卖 妥协自己的信仰 去迁就他的逻辑 用他的逻辑来证明 这样的话就等于卖了自己 自杀性的行为 第二 护教是必要的 无论是防卫性的还是进攻性的 无论是防卫去辩解我们的合理性 说明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不合理 或者说向他们阐明基督教的真米阐明 这都是积极的消极的防卫的进攻 都是有益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理性 即便我们护教也不可能 也不会必然带来信心的结果 因为信心是超自然的作为 不是我们自然人 借着理性的探讨 逻辑的思考 整理通了 其实通 如果没有圣灵的做工 是通不了的 因为已经前涉是两种这种 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的这种前涉 所以呢 我们在用理性 面对理性去护教的时候 但是我们正常的人 或者说正统正确的 护教的态度是 即便我们尽上本分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圣灵特别的恩典 当他们说明的时候 能够开启他们的心窍 不只是单纯自然的这种说服 还要加上圣灵特别的做工 使他能够光照 能够醒悟 能够明白 能够悔改 所以这里面谈到更有效 我们需要了解不信的人的逻辑 他们的这种表面的各种思潮 保里面背后深层的这种前涉 然后也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一些真理和底线 哪些东西是不能妥协的 不能迁就对方的 然后向他们成名 我们基督教的内容信仰内容是什么 我们基督教里面的合理性是什么 可能即便是对方的世界观价值观 可能无法理解和接受 但是我们基督教并不是不合理 只不过不合他的理而已 然后再也就是我们在其中要仰赖圣灵的做工 盼望圣灵超自然的作为 带领那个人跨越理性思考的局限 让他能够进入到信心 认识真理 这个是更有效的 我觉得是两方面 如果约画约画约画 最基本的 一个是技术层面 另一个是恩典的层面 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 不然如何更有效护教呢 是吧 大家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 死活也不愿意去理解对方 各说各的 这样的话永远没有办法达成有效的护教 所以这是第一点 一方面技术层面 理论层面 另一方面需要圣灵的恩典 其实使徒们他们做的 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一方面我们看到使徒 特别是保罗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护教性的 辩证性的这种传道 去一方面去纠正 提醒对方的思想的错误的时候 另一方面去宣告福音 而这个过程当中有圣灵的作为 虽然很多人也反对 但是也有一些人 蒙圣灵光照 私下跟随保罗教导的人 所以就区别了单纯的那种 街边吵架那种 只是争礼上的胜负而已 最终还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归正 信耶稣接受福音 这个是我们护教 一方面辩护基督教的合理性的同时 也让他相信基督教 这是最重要的